韩国鬼才导演崔东勋的最新科幻题拍电影 他来了 极其演员柳俊烈 金与冰 共同出演的炫技之作外星佳人 毕竟上映就夺得韩国票房冠军 璀璨夺目的视觉特效 剧情更是贯穿古今和未来 甚至连韩国版钢铁侠都被整了出来 不说废话 赶紧来看看吧 故事发生在600年前的高丽 一群戴着面罩的士兵 正在躲避怪物的袭击 忽然 漆黑的夜空撕开了一个大洞 接着 一辆部属于这里的汽车从天而降 从车里下来了一个酷似钢铁侠的男人 请客之间 怪物就失去了动静 倒在了男人怀中 男人名叫雨冰 是一个穿梭在宇宙时空的太空监狱长 职责就是看守被关押在人类体内的外星囚犯 外星人把囚犯关进人类大脑中 只要宿主死亡 囚犯们也会跟着消亡 但千万年来 总有囚犯试图越狱 可从来没有人真正成功过 这一次却出现了意外 雨冰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的智能机气球 因为怜悯之心将刚刚死掉女人的孩子带了回来 而机气球的行为直接导致了雨冰 必须在地球上滞留十年又八个月 才能等到下次的时间穿梭机会 将女孩送回原来的时空 时间如流水 雨冰已经喜当十年跌了 令她没想到的是 机灵的女儿小林早就发现了她的古怪 怀疑她会在自己入睡后 执行一些秘密任务 这天 她偷偷爬上汽车 果不其然 有秘密 正当她要伸手触碰的时候 就这样 小林背着爸爸 敲摸和机气球成为了朋友 她偷听到雨冰下次执行任务的地点 是在郊区的一所医院 于是便骑上自行车赶往了现场 就在此时 天空又一次裂开了一道缝隙 一枚奇怪的石头 被丢进了医院里 一瞬间就开始变身 医生刚想伸手摸摸 来不及跑开就被伸出的触手 贯穿了厚脖子 转眼间 医院里的人们 都被这神秘触手困在了原地 小林害怕地躲到了二楼 就在她要被触手刺穿之时 这绝对是韩国科幻大片特效天花板 来看外星家人 给我们带来的视觉盛宴 金宇斌化身韩板钢铁侠 穿越时空和金太黎共同追击外星逃犯 喜欢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误 在一场抓捕行动中 太空警察宇斌 被迫收养了一个 600年前的地球女孩 为了将她送回原本的时空 宇斌在地球上扮演起了单亲爸爸 但这一插曲 也让远在600年前的狗患 卷入了这场跨时空案件中 狗患是村里的游侠 为了赚点零花 他常常接一些赏金业务 譬如抓捕从监狱里出逃的犯人 这天他无意间发现了一个金额超高的赏金任务 任务是要找到一把传说中的神剑 刚看完悬赏命 狗患的脑海中 就不由自主地闪过一段段的门 似乎有什么东西正在召唤他 于是他找到囚犯 询问到了神剑的下落 就在几个月前 有渔民从河里打捞起一把 造型怪异的宝剑 他们想取下宝石 可不管铁匠如何锤炼 都打不碎神剑 神剑一下弹飞 直接插进了一旁瘸子的胸口上 不可思议的是 瘸子不仅没死 腿脚竟然也被治好了 黄灵的县令知道后买走了神剑 从此神剑便没了消息 狗患来到黄灵打探 没成想在街上遇到你呢 身穿西装的古怪男人 只见他胳膊一甩 就用触手轻松地了结了老人 随后就追赶着拿着神剑的小偷离去 为了拿到神剑 狗患打算假扮新郎混进县城的府座 可令他想不到的是 对面的新娘小梨也是为了神剑而来 更离奇的是 小梨不仅带着手枪 还拥有现在世界的智能手表 就在小梨得手神剑时 两个法力高深的道士突然现身 利用隐身术牵制住了他 好不容易脱身 又被一个头戴面具的人暗算 神剑也被对方抢走 身处现代的雨冰这边 也遇上了麻烦 医院里的外星囚犯安置任务虽然完成 可其中一名囚犯 竟然在一个人类脑中觉醒了 就在这一瞬间 他便传递了信息到外星球 几分钟后一艘外星飞船 就出现在城市上空 一个红皮盔甲怪 撕破电梯闯了进来 与此同时 雨冰也化身钢铁侠形态打到现场 两人在电梯里展开了殊死活动 盔甲怪用机械触手 缠住钢铁侠的大腿 还直接从里面拽出了神剑 随后便驾驶飞船离开了此处 钢铁侠穷追不舍 两人再次打斗起来 就在此时 灰甲怪将神剑甩进公交车 神剑直直插进了 觉醒囚犯宿主的胸口 宿主瞬间产生变异 囚犯就此逃出了身体 只见他走进飞船伸手一挥 无数个装着囚犯的红色球球被释放出来 转眼间 红色的瘴气便在城市中弥散开来 外星人将囚犯进步在人类大脑中 还派出宇宙钢铁侠担任警长 没成想囚犯竟产生变异 进化为高级变种人 大战一触即发 为了拯救人类 与兵在机器球的修复下再次出征 飞身至飞船 一拳打掉了怪物手中的神剑 结果变种人为堵地追杀 竟又回到了宿主的体内 可之前释放的瘴气 已对人类城市造成了混乱 与兵只能孤身奋战 机器球化身人类模样就走了女儿小黎 在一片红色瘴气中 变种人再次苏醒 准备进行反击 十年期限将至 与兵叮嘱机器球将小黎送回六百年前 自己留下来对抗变种人 但刚刚已经消耗了大量的营养 被打得节节败退 紧要关头 机器球和小黎再次出现 情急之下 三人只能开车逃进时空裂缝 追赶他们的两个变种人与兵一起 带回了六百年前 车子摔下悬崖 与兵被扯断胳膊 就在变种人要攻击小黎的时候 小黎和神剑一起跌进谷里 机器球靠着最后一点能量告诉她 一定要拿回神剑 并在十年后 时空大门打开时再度找到她 这样就能复活二人拯救时空 等她再度醒来 是一个十岁的男孩救上了她 镜头一转 长大的小黎睁开了眼 而攻击她的面具人 也现出了真身 她就是当年和他们一起 回到六百年前的变种人 狗幻也不是别人 正是当年搭救她的小男孩 那两个神叨叨的道士 则是十年前恰好目睹汽车坠落后 前来调查神剑的散现 现在神剑在变种人手中 小黎也被关押了起来 狗幻本想救她 可被触手怪刺穿了心脏丢入了湖中 她从箱子里逃出 就在她拼命向上游时 却和十岁的自己意外相逢 原来一切都是一场时空循环 她瞬间记起了自己的使命 回到岸上帮助小黎夺回神剑 但两人还是晚了一年 神剑被触手怪抢走 接着她便解开镜头 露出了原本的灵 她射出激光 瞬间就将狗幻打飞 就在这时 散现及时出马 划出如来神掌 一把就将变种人死死满面 可法术还是没能抵过高科技 散现被连人带气丢了出去 而这时 小黎持枪出现 在放大法器的帮助下 成功解决掉一个怪物 还没来得及高兴 另一个被散现封印在罐子里的怪物 又进化出了新的形态 她便回了人形 追赶小黎去往了湖心 而另一遍 了解掉西装男的狗 狗幻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 十年前的竹林钟 好家伙 她竟是高级变种人的新宿主 电影到此就结束了 看情况应该会有第二部 毕竟狗幻体内的大boss还没有现身 冷兵器和超科技的碰撞 造就了一个古今相连的庞大世界观 影片到底是一锅乱骨 还是全新篇章 就留给大家来评价了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电影叫做外星家人 欢迎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未来世界 全球水资源受到污染 人们用水也划分了等级制度 红色会员可以每天领取400毫升 蓝色会员可以领取1000毫升 而尊贵的金色会员就可以无限倡议 眼前的这个女人就是金色会员的拥有者 她名叫斗奈 是一位研究天体生物学的博士 这天 国家航天局的科长 找到斗奈邀请她参加一次秘密行动 五年前 航天局在月球上建造了 一个名为渤海的基地 但因为一次事故 所有航天员全部遇难 斗奈的姐姐也是其中一员 此次秘密行动就是为了 取回遗留在渤海基地的重要样本 可当斗奈提出样本是什么的疑问时 航天局高层却支支吾吾 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见此情形 一旁其他队员也发出同样的疑问 而队长恐留安抚了大家的躁动 并表示自己一定会 保护大家安全归来 就这样 出发日很快就到来 小队一行十人顺利登上飞船 飞往月球 可就在最后登陆关头 他们却遭遇了危机 飞船的外部出现了故障 引擎失去了控制 好在飞船够重 强大的摩擦力让他 稳稳地停在了悬崖边边 队长恐留刚想打开舱门 飞船就因为重量不平衡 再次倾斜 一个箱子划落后 砸碎了飞船的玻璃 一股强大的气流 将斗奈也吸了出去 好在他一把抓住了绳索 不然大概就要全聚中了 随后恐留将他救了起来 一番挣扎后 一行人终于是逃出了飞船 但飞船也就此报废 飞船被毁 他们只能步行至渤海基地 可就在此时 队里一名队员 因为刚刚飞船撞击是胸骨破裂 生命已是危在旦夕 但他是队里唯一一个 去过渤海基地的人 在生命的最后关头 他叫来恐留 不断地说着水 水 水 恐留以为是他脱水了 叫其他人拿来纯净水 可正要给对方装上石 却被阻止了 只见队员死死地盯着他 用尽最后一丝力气 说了一句话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渤海基地又隐藏着什么秘密 大伙围着死去的队员 都是一头雾水 可现在的他们来不及思考 只能继续赶往渤海基地 男人被拍得下肩膀 下一秒 嘴巴里就开始狂喷水中 周围的伙伴都吓傻了 照这个图法 男人迟早会脱水身亡 见状 队友立马呼叫红医生 医生一边奔跑 一边叮嘱大家千万不要靠近男人 随后医生穿着防护服 对男人进行了检查 此时男人的瞳孔已经开始放大 意识也开始逐渐磨 此时医生发现 男人似乎陷入了窒息状态 于是立马将他的身体抬高 再拿出一把手术刀 在男人颈部划了个小口 插入一根短管 以供男人呼吸 没想到的是 短管里竟然也不断喷出水 指都止不住 眼看着男人就要窒息而亡 医生连忙拿出针管 做着最后的努力 可抽出来的血液 竟然也全部都是清水 男人的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时间回到一天前 这个小队接到取回样本的秘密任务 可进入基地以后 映入眼帘的却是尸横遍野 而这些尸体的死因 似乎都是溺亡 可整个基地都是干燥的 这究竟是为什么 为了尽快取个样本 一行人开始分头寻找 此时一名队员发现一具尸体的手中 似乎握着一个完整的样本 于是他俯下身 尝试去够样本 可一个不小心 他就压了一下尸体 此时 尸体的嘴中也吐出了一些 细小的微颗粒 而这些微颗粒就通过男人的眼球 进入了他的身体 经过一天时间的沉淀 男人开始变异了 不断地喷水 最终不治身亡 经过医生的尸碱 男人的身体器官就像是被水浸泡过 种种迹象都表明他也是溺水的亡 样本还未取倒 队员们就接二连三地死去 队长将事情的真相告诉了大家 他们这次要取回的样本 叫做月水 几年前 科学家在月球发现了这种水 一旦遇到活的生命点 就会自我分裂 快速增生 如果将月水带回地球 想必能彻底解决水资源危机 可一旁的斗娜却说 人类现在还无法控制月水 因为他的姐姐 曾是基地的首席研究员 正是月水的失控 造成了基地的沦陷 为了获得更多的信息 孔刘和斗娜两人来到了数据库 在这里他们发现了一扇 长满藤蔓的暗门 顺着通道走下去 竟是一个全新的月水储藏库 而地上一个破碎的月水样本 就养活了这无数的藤蔓 正在他们收集样本时 突然窜出一个怪物 他动作迅速 力量惊人的大 一瞬间 就撕掉了一名队员的胳膊 经过一番打斗 他们将怪物逼入角落 等他们看清怪物时 大家都十分震惊 怪物竟是一个小女孩 趁着大家不注意 女孩快速逃离 而就在此时 一个月水样本破裂 月水在血液的滋长下迅速增生 没有办法 小队只能迅速逃离 而此时原本完好的月水样本 竟全部出现了问题 等他们逃出地下室后 终于联系上了地球航天局 高层要队员们 收集好月水等待救援 至于那个怪物女孩 可以直接击杀 可斗娜提出了质疑 女孩似乎只是想守护月水 并且要是现在就将月水带回地球 很有可能会造成难以挽回的灾难 斗娜想到 姐姐曾给她留下线索 要她去寻找路呢 孔刘也认同她的说法 支持她继续调查 自己带人寻找女孩的下落 可他们离开没多久 刘夏负责照顾伤员的柳中卫 却开始与外界的联系 女人扎破自己的手指 血液就这样滴了下来 就在血液与月球山泉混合的一瞬间 两人吓傻了 血液请客分裂为两滴 接着开始不断震动 刚刚的两滴又开始各自分裂 分裂的速度越来越快 而分裂之后 血液的颜色也越来越浅 很快水滴就充满了试验台 他们急忙拿起冷冻计喷水 水被激动后 才停止了生长 神秘的月球山泉叫做月水 就在五年前 渤海基地为了研究这种物质 是否能解决地球水源危机 在渤海基地能进行了一场秘密实验 女孩嘴巴不断涂着水 很快就没了呼吸 可没过多久 一个一模一样的女孩出现 没有意外 她也有同样的结局 直到一个女孩睁开了眼睛 实验人员激动地说着 露娜73号 生命特征平稳 而这个露娜73号 就是袭击了小队的怪物 为了能够抓住怪物 孔刘决定利用她对月水的执着 将她引诱到一个封闭的隔间内困住 可就在他们要成功之时 女孩发现了异常 转身就想逃走 却被安全门卡住了脚 斗娜想要安抚女孩 却被咬了一口 就在此时 斗娜看到女孩的脖子后面 写着露娜73号的标签 这正是姐姐留给她的线索 突然 基地响起警报 是柳中尉叛变了 她杀死了两名队员 准备将大家全部消灭 于是开始封锁基地 刺耳的警报惊扰了露娜 她趁机逃了出去 斗娜跟着她来到一个房间 是姐姐曾经的卧室 在电脑里 她发现了渤海基地的秘密 原来为了把月水带回地球正常使用 他们进行了残忍的人体实验 通过不断改变克隆体的基因 找出人类能够适应月水的办法 而露娜73号 就是实验成功的产物 斗娜看着女孩 内心百感交集 她将月水注入女孩体内 下一秒 女孩的伤口竟全部愈合 另一边 孔刘来到了控制室 叛变的柳中尉已经离开 她立刻解除了基地的封锁区域 可地下室中的月水 此时已经汹涌外泻 无意之中 斗娜第一个遭受攻击 等斗娜与众人会合 她已经开始产生幻觉 为了不感染其他人 她将自己隔离了起来 随后她也开始 像之前的队员一样 疯狂喷水 然后倒地陷入了昏迷 等她再次醒来 已经躺在了病床上 刚刚的症状也全部消失 斗娜看着手上的咬 推测是因为露娜咬伤了自己 所以体内产生了抗体 露娜或许就是月水之灾的解药 另一边 逃跑的柳中尉被孔刘追上 对峙中月水突然滴落 真是恶人有恶报 柳中尉崩溃的摊坐在地 最后几人商议之下 决定将露娜送往国际空间站 此时月水已经冲破封锁 开始在基地内疯狂窜流 关键时刻几人终于赶到了逃生舱 可孔刘却发现舱门出现了故障 只能从基地内打开 为了让大家离开 她回到了基地 在被月水吞噬的前一刻 打开了逃生通道 斗娜和医生终于逃出基地 可这时 露娜却不见了 斗娜四处寻找 竟在月球表面 看到了一个个脚印 抬头望去 只见露娜没有宇航服 也能在月球自由行走和呼吸 露娜走到孔刘身边 将徽章递给了她 孔刘眼角含泪 雨航服在冥冥暗暗后 失去了光亮 与此同时救援飞船达到 样本终于拿回 这次行动纪元满意破碎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剧集叫做寂静之海 欢迎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女孩才八岁 已是组织里最顶尖的杀手 独自面对十条恶犬的攻击 她丝毫没有胆怯 仅用一根小木棒 便把眼前所有恶犬逐一击杀 女孩的亮眼表现 令组织领导非常满意 但他们要得还不止这些 组织对女孩的脑部进行重造 让她的能力变得更强 一开始 女孩可以仅平一年 就将魔方捏造成任意形状 在经过不断训练后 有人射箭偷袭她 女孩就算蒙卓妍 也能立刻化解危机 很快 她成为了组织内的一级变种人 作为组织头号变种人 她的力量深不可测 就在这天 女孩杀死了看守她的守卫 从组织里逃了出来 组织头目白博士得知后 派出杀手部下进行搜寻 奈何还是被女孩逃脱 另一边 女孩拼命狂奔 最终晕倒在一个农场 就在此时一位大叔发现了她 好心的大叔叫了位医生给女孩治疗 医生在检查过后 告诉大叔夫妻 女孩身体无碍 但头部有损伤 可能会引起失忆的后遗症 看着女孩满是伤痕的身体 大叔夫妻动了侧影之心 正好夫妻俩又无子无女 就这样 他们决定领养这个女孩 并给她取名叫多美 时光飞逝 十年后 多美已经长大成人 为了挤养父母分担压力 她会开车去城里购买饲料 回到农场后 再帮着养父干给农夫 日子平淡且幸福 可因为养母患上了老年痴呆 身体状况日益下降 原本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 看着家里经济压力如此之大 多美生病了也不敢说 每到夜晚 她的头快剧烈头疼 吃药也没有办法医治 她只能在网上查找头疼原因 家里已经没钱负担她去看医生 就在这天 闺蜜给多美安利了一档 名叫明星诞生的节目 第一名奖金高达5亿 为了赚取奖金 多美报名参加了节目 在出赛时一盏歌后 获得了直通卡 而就在才艺展示环节 多美展示了一个魔术 只见她进凭空 让手里的话筒悬浮在空中 综艺效果拉满 结果出来以后 多美拿到了当场的最高分 获得了晋级下个赛场的门票 闺蜜十分高兴 他们一同坐上列车前往首尔 而他们不知道的是 多美这次在电视上露面 也被组织头领白博士看到 他立马让人去追寻多美 危险正在悄然逼近 只见她一个手势 刚刚对准她的手枪 立刻调转方向 指向了地上满脸鲜血的男人 再一歪头 而罪魁祸首在一旁 露出了诡异的笑容 这个男人叫宇直 他和多美一样也是变种的 就在十年前的那个夜晚 他也想逃 可最终还是被白博士捉了回去 就在列车上 他找到了多美 在对面坐下之后 还叫出了多美儿时的名号 可多美却只是盯着他 仿佛完全不认识眼前这个人 宇直以为多美在假装失忆 不懈地笑了 下一秒 他伸出一巴掌 直直地朝多美上来 而多美只是掉下两颗金豆豆 丝毫没有要还手的迹象 看着多美的反应 宇直有点惊讶 难道是真的失忆了 见试探无果 为了避免引起人们的注意 宇直直好起身离开 暂时放过了多美 但危险并没有就此结束 多美来到首尔参加节目 凭借出色的嗓音 他再次成功进行 可录完节目准备回家时 多美低头痛再次发动 他想起医生的诊断 医生说他得的是绝症 现在流鼻血 就代表着病情的恶化 从厕所出来后 多美假装无事 准备和闺蜜打车回家 就在此时 几辆黑色轿车开了过来 几个陌生人走了下来 为首的人递了张名片给多美 说是看过她的表演 想和她聊聊签约 闺蜜感觉不妙 赶紧把多美拉到一旁 拦了一辆低视逃走了 到了晚上 多美低头痛又开始发作 正当她痛不欲声势 她听到家里 有陌生人闯进来的脚步声 多美刚冲出房间 就有人把枪指向了她 正是白天那群身穿西装的人 为首的人问了句 可与之一样的话 你是当年的魔女吧 多美很疑惑地否认 并请求他们放过她 对方不信 还指了指脸上的疤 说自己差点死在多美手上 随后抓住闺蜜 把刀架在她的脖子上 想以此要挟多美 见多美死活不承认 对方示意手下动手 就在这时 多美眼神一变 一瞬间 屋内所有的杀手 都被多美拉下 可就在杀完人后 她好像又变成了正常人 惊恐地丢掉了枪 她回头看着闺蜜 闺蜜蜜蜜脸上写满了恐惧 此刻的多美对她来说无比的陌生 多美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在此时 与之出现在楼下 她笑着问多美 怎么样 记起来了吧 尽管已经大开杀戒了 多美还是在不断否认 与之耐心已然耗尽 她对多美说跟他们返回组织 如若不听劝 就把她的养父母 以及闺蜜都杀了 为了亲人朋友的安全 也为了查清自己的身份 多美没得选择 只能跟随与之离开 随后 多美被带到了一间实验室 多美被强行绑在手术椅上 一旁的人拿出箱子里的针管 然后拽住多美的头 直接将药剂扎入了她的体内 一瞬间 多美恢复了超能力 白博士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因为注入这种药剂后 多美就再也无法摆脱她的控制 白博士心里打着完美算盘 没想到的是 打完真的多美 眼里突然充满杀气 随后多美一巴掌 拍死了身边的守卫 接着拿起枪对着镜子 白博士就躲在后面 多美连续开了好几枪 却打不穿这防弹玻璃 白博士被吓到了 令令手下喷出催眠气体 多美十分淡定 转身与迷雾融为一体 然后一个闪现 来到了白博士身边 原来多美根本就没有适应 她一直在寻找白博士的下路 想要解决使用超能力 带来的后遗症 可对方藏得实在是太深了 怎么也找不到 眼看生命只剩下最后三个月 于是她换了一个方法 参加综艺节目主动暴露自己 让白博士来找她 没想到对方不仅找上了门 竟然还研制出了特效药 与此同时 房间外的宇芝意识到情况不对 带着手下前往实验室 多美一枪打在白博士的脚上 拖着她走出了实验室 突然有人闯来 是宇芝杀了进来 多美拍拍灰尘 轻烈地说 与之低头一笑 小时候训练 她曾被多美打得半死不过 但现在不同了 她已经蜕变得超强 可多美却笑着说 你和我上升级了 与之被激怒了 一拳一拳砸在墙上 但每一拳都被多美轻松躲开 多美抓住她 走上去就是一巴掌 与之反击 又被打两巴掌 与之抓过多美的手 卡扎拧断 又把她摁到墙上 重拳出击 可多美轻轻松松就躲过所有攻击 随后淡定抓住右手 自行复卫了刚刚折断的骨头 整个过程眼睛都不眨下 与之再次进攻 接着 多美通过一面控制地上的枪 与之在房间里飞延走 控制铁柜子做眼睛 并拿她砸向多美 魔女不愧是魔女 从头到尾多美一路开挂 最终与之和白博士都被杀死 多美回到实验室 拿走了剩下的六瓶药剂 然后离开了这座充满罪恶的基地 离开时 炸掉了这个她痛恨的实验室 随后 她来到医院 找到父亲和昏迷在床的母亲 她把药放在床上 对父亲说 每个月给母亲打一枝 以后得要她来想办法 接着她又来到医院外面 挥手和自己的闺蜜道别 故事到此就结束了 魔女也是人 她也想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感受过温暖后 现在为了家人 又再次迈入黑暗 反转很过瘾 但结局还是挺让人唏嘘 魔女2现在也已经上线 剧情是否还会和多美有关呢 期待一下 解说马上就来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电影叫做《魔女》 欢迎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一辆在满学生的大巴上 所有人都在享受出游的快乐 唯独这个女孩 呆呆地坐在窗边 若有所思 等到大伙都睡着的时候 女孩发现前排的大叔 总是不怀好意的 回头盯着自己 与此同时 大巴偏离了原定的路线 拐进了一条偏僻的小路 一道铁门慢慢打开 大巴来到了一个废弃的试验基地 前排的大叔点头示意 下一秒 他们就都带上了防毒面罩 转身向后方扔了一枚烟雾弹 学生们惊恐万分 却被大叔们用武力镇压 随后 其中一人来到女孩身旁 将她扛下了车 然后一群身穿防护服的神秘人 走上了大巴 等女孩醒来后 发现自己躺在实验室的床上 身旁正是魔女医中出现过的 白博士的妹妹白衣 原来女孩是初代变种人 现在她刚好怀有身孕 而白衣的目的就是 利用她的基因 来培育更多二代变种人 可没过多久 基地就被一群神秘人闯落 直接开枪打死 实验室的全部变种人 但他们想不到的是 有一个名叫小雅的二代变种人 突然醒了过来 原来小雅拥有超强的再生能力 能够死后复生 她淡定地拔掉身上的针骨 光着脚丫离开了这里 她漫无目的地走在郊外的公路上 突然一辆汽车飞驰而来 不料 小雅就这样被绑架人质的黑帮盯上 黑帮将小雅当成了目击者 直接将她也掳上了车 可他们还不知道 眼前的女孩将把他们送向地狱 坐在后排不知情的人质庆熙 不停地给小雅求情 可不安分地混混 竟开始对小雅动手动脚 然而下一秒 他们就付出了惨重的变迹 最终小雅就下了庆熙 为了感谢小雅的救命之恩 庆熙将她带回了家 还请来了医生为小雅治疗 而医生在她的体内 竟取出了大量的蛋片 缝合好所有的伤口后 医生发现了小雅的骨骼惊奇 然而就当她喝个茶的功夫 小雅的伤口竟已全部预论 医生将此事告诉了庆熙 让她要慎重选择是否要收养小雅 她应该是个有故事的女同学 很可能会给自己引来麻烦 但庆熙没有顾虑太多 还是将小雅带回了家 将她当妹妹对待 不仅给小雅做饭吃 还给她准备了睡觉的房间 小雅也有了一个温暖的家 但很快 失去药物抑制的小雅 开始恢复了自己被克隆的记忆 与此同时 惹失的黑帮并没有放过庆熙 黑帮老大带着大批手下 包围了庆熙的农场 庆熙拿起了猎枪挡在了门口 却被他们强行控制 弟弟拿起了木棍冲出来反抗 却遭到对方的毒打 就在黑老大逼迫庆熙 牵下农场转让舒适 小雅突然出现在了房子的屋顶 在大家的注视下 她从屋顶直接跳了下来 毫发无损地落在了地上 随后缓缓地走向 殴打庆熙弟弟的庞 一旁的小弟见状抄起了木棒 结果被小雅一把免碎 只见他一脚 便解决掉了一旁的小弟 接着朝着黑老大走去 黑老大被吓得连连后退 好在庆熙连忙劝过 小雅才停止了攻击 庆熙趁机给了黑老大一巴掌 赶走了他们 另外一边 一个女人 刚刚血洗了整个教堂 事后 她自行取出身上的蛋片 血淋淋的伤口也随之愈合 她是第一代变种人 但现在已经加入了雇佣兵队伍 脱离了实验室的管控 白衣在得知小雅逃脱的消息后 便找来了女兵去抓捕小雅 女人拿起尖刀 想偷袭眼前的女孩 然而下一秒 女孩反手牵住她的武器 将她一刀毙灭 显然 女人低估了 二代变种人小雅的实力 多年前 韩国秘密实验室 为了打造军事武器 克隆了变种人小雅 可没过多久 一帮神秘人血洗了实验室 唯独拥有再生技能的小雅重新复活 并且逃出了实验室 可实验室负责人白衣 发现了小雅兴存逃脱 认为小雅体内的基因 一定能培育更加强大的军事武器 她找来了一代变种人女兵 去把小雅带回来 并给了女兵一个 能探测变种人的追踪器 就当女兵准备出发时 一辆汽车尾随其后 等到下一个路口 女兵的车突然消失不见 下一秒 很快被撞的汽车里 走出两个毫发无伤的男人 原来他们是女兵的老仇人 薪酬就恨一触即发 双方都是一代变种人 可女兵的手下大胡子 根本不把他们放在眼里 随后他们拿起了小刀进行反击 然而都不是大胡子对手 被大胡子打飞的男人 落地直接贯穿了身体 可对他们来说 也只是皮外伤 根本不值一提 但大胡子身经百战 很快制服了对方 制服完两人后 女兵发现了追踪器出现了闪动 原来是小雅在农场制服黑帮时 释放的超能力被定位 他们赶紧调转车头 赶往小雅的方向 女兵找到了庆熙 让她看了小雅实验室监控的录像 并告诉她赶紧远离小雅 因为这样的怪物 会害死自己的家人 可庆熙早就当小雅是自己的亲妹妹 她难以舍弃小雅 与此同时 一伙二代变种人 也开始对小雅发起搜捕 之前攻入实验室 屠杀变种人的神秘人就是他们 可让他们意想不到的是 被枪爆头的小雅竟然还活着 他们找到了 见过小雅的黑老大 拿出一瓶变种人药水 跟黑老大做交换 套出了小雅的藏身之处 很快 二代变种人 对小雅的农场发起了攻击 而一旁的女兵 也发现了二代变种人的加入 此时庆熙不仁小雅受伤 赶紧叫小雅离开 自己拿起了猎枪出门拖延时间 庆熙弟弟带着小雅逃出房间后 便赶回了家想帮姐姐 可没想到黑老大二华不说 就直接开枪打死了庆熙 而远处的雇佣兵 直接一发火箭炮炸掉了他们的家 女孩只一个眼神 男人的胳膊瞬间就炸开了花 假如说一代魔女多美已是无敌 那二代魔女就是无视自然规律的存在 她拥有超强的一面控制能力 攻击力更是高到离谱 但这也遭到了负责人白蚁 和二代同行变种人的忌敗 他们来到小雅所在的农场 发动了围剿 而黑老大为了抢夥地盘 直接打死了收养小雅的庆熙 弟弟见到惨死的姐姐立马冲了过来 远方的雇佣兵直接一枚火箭炮 射进了农场 就此 二代变种人 也发现了一代变种人的存在 双方立即打她的战斗 可奈何尖刀女的等级太高 雇佣兵每次进攻都被割伤 最终 另一边 黑老大威胁弟弟 让她说出小雅的位置 就在这时 女兵及时出手 打伤了黑老大 一旁的二代变种人刘海妹 也放起了大招 只见她轻轻握起拳头 所有的木板就腾空而起 女兵趁机发起了机枪扫射 然而二代变种人的速度太快 根本打不中 一瞬间 刘海妹扑倒了女兵 往她身上疯狂插刀 好在女兵抓住了刘海妹的手 然后直接一枪爆头 可万万想不到 就连爆头也能自私治愈 他们赶紧来到庆熙弟弟身边 让她说出小雅的位置 然而一旁的黑老大 直接开枪打中了庆熙的弟弟 这时远处的小雅 从昏迷中醒来 而此时 一旁的尖刀女 想对小雅发起偷袭 可下一秒就被小雅直接反杀 随后 小雅拖着尖刀女的尸体 回到了农场 结果看到了惨死的庆熙解灭 小雅爆发了 只见她一个一面 直接让男人的手臂爆炸 又看向一旁的黑老大 直接将她的肋骨折断 在小雅的意念下 尖刀慢慢转向刘海妹 此时刚刚长出手臂的男人 用意念控制了所有杂物 正要攻击小雅 可一瞬间 所有的石头都被钉住 随后 小雅轻轻一挥手 男人直接化成了灰烬 本以为就此尘埃落定 可刘海妹看到了 一个身影后笑出了声 这人竟然是一代魔女多美 正当刘海妹得意时 多美竟直接杀掉了她 原来当时闯入实验室的二代变种 都是多美派去的 而小雅正是她一直寻找的妹妹 但是多美并不确定 小雅就是她的姐妹 便杀光了实验室所有的人 直到小雅从实验室走出来后 她就确定了 因为只有小雅才跟自己有一样的命 接下来 他们将一起踏上寻找母亲的旅程 与此同时 白衣那边似乎也发现了这点 实验室里一个女人也悄然睁开了双眼 影片到此就结束了 但就结尾来看 预计还会有第三部 故事究竟会如何发展呢 一起期待吧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电影叫做《魔女》 欢迎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荷兰蒂被蜘蛛养了 变蜘蛛侠 浩克被炸弹辐射后变绿巨脸 咱们李光珠呢 直接大便活鱼 你没有看错 眼前这个鱼人 就是李光珠 因为抵挡不住 试药的丰厚报仇 光珠自愿参加了人体试验 可未曾想到 就是这次试药 让他变身为了一只胖头鱼 一个雨夜他从实验室逃了出来 走投无路的他只能投奔前女友宝英 可宝英不想被他拖累 一个电话打给试验制药公司 光珠又被捉了回去 另一边 初出茅庐的天兮立志成为一名 揭露社会黑暗面敌正义记者 这天面试 电视台部长交给他一个任务 让他去采访胖头鱼光珠 任务完成得好 就能正式入职 于是天兮找到宝英 两人假扮外卖小哥 潜入制药公司 一起把光珠从实验室救了出来 与此同时 通过天兮的镜头影像 大便活鱼的新闻一经曝光 立刻引起了社会的反响 大众纷纷谴责医药公司的财人 实验负责人 博士在内的所有人 都被舆论卷上了风口浪尖 可有人欢喜有人愁 由于拍到独家新闻 部长破格提拔天兮转正 就在他打算进一步采访时 一个老人便闯入了天兮家 二话没说 一巴掌抽在人鱼光珠的脸上 原来这是光珠的父亲 他已经找好律师 准备状告制药公司拿到赔偿金 以保证下半生吃喝不愁 不久 研制药物的博士发表了公开道歉 并解释了药物的原理 指出药物一旦研究成功 不仅能解决人类口感问题 还是治疗癌症的神样 加上媒体的大肆宣扬 道歉会竟变成了宣传会 另外一边 光珠父亲还在和律师商量 该如何胜诉得到赔偿金 而舆论也已经发酵得越来越厉害 胖头于光珠此刻 俨然成了一个大网红 人们认为他是当代年轻人 就业男的象征 都穷到跑去做人体实验了 一时间 他受到无数人的追捧 还出现在各大新闻头条 关于他的周边产品也被疯抢 可谁能想到 在他变成鱼之前 只是一个毫不起眼的普通人 普通的长相 普通的家庭 普通的连同学都记不起他这个人 现在出了丑却成了名人 也不知道他该高兴还是难过 这条人形胖头鱼 正被缓缓送进CT一期 从影像结果来看 专家都感觉非常棘手 他从人到鱼的变化速度太快 五哥已经彻底变成鱼类 各种专家轮流治疗 最后只得到 一个又一个绝望的诊断 在医学界都无能为力的情况下 很多人自称能够治好他 结果还是以失败告终 餐桌上 看着大家都吃香的喝辣的 而自己只能吃鱼时 光珠陷入了自闭 看着他沮丧的样子 大家决定再尝试一次 一行人来到教会 台下的巫女在跳大声 台上的牧师正大声祷告 可突然 洗礼变成了人身攻击 一旁的父亲看不下去了 一拳干翻了牧师 为了尽快胜诉拿到赔偿 律师告诉光珠 要塑造受害者的形象 博取民众的同情 引导舆论总向 说着就让光珠给大家笑一个 这时光珠的父亲问律师 如果胜诉 他能够拿到多少钱 听完此话 一旁的宝英听不下去了 质问他是不是光珠的亲爸妈 就这样两人当场对骂了起来 说到底 在座的几个人都是有私心的 一开始就是宝英 把光珠卖给了制药公司 父亲想通过诉讼拿到赔偿金 律师想通过这场官司出名 而天息也可以因此转正 反倒是光珠 对这件事并不关心 只顾着一个进而的喝水 与此同时 胖头于事件的舆论风向 却在悄然改变 博士通过新闻揭露了实验的细节 他声称药物引发变异的几率很小 一千多个实验者 只出现了光珠这一例变异 而制药公司也开始暗中作怪 诬陷光珠调戏护士 违反了医疗协议 才触发了药物的副作用 一时间 网红直接变成了猥琐满 甚至还有人当众向他颇油漆 这天 天息回到家后 发现光珠竟躲在他家的浴缸里 原来是一帮中学生在路上袭击了他 虽然光珠嘴上说着不怪他们 但外界的舆论压力还是让他抑郁了 李光珠从RM下车后有多惨 因为一次人体实验 他变为鱼头人身 只能靠不停喝水 不断喷脸 来维持身体湿润 这天他忍不住舆论的压力 上吊自杀了 天息下班回家后看到这一幕 立马就吓了光珠 好在于没有脖子 他只是于三受了点小伤 然而经过这次事件 他的心态却产生了变化 这天晚上 来到前女友宝英家门口 躲在角落等宝英回家 然后低下头向对方道歉 说完转身就要离开 此时 宝英终于忍不住了 他大骂自己是个混蛋 不仅把光珠卖给了制药公司 还总喜欢在别人面前装忧悦 自己不值得光珠对他的好 听到这儿 光珠转身塞了一把钱给宝英 说完转身就走了 第二天 光珠回到制药公司 自愿接受实验 希望可以加快药物的研制进度 可研究员却并不把他的牺牲当回事 在测试时不仅嬉皮笑脸 还因为马虎大意 错把药物剂量提升了三倍 看着躺在地上的光珠 博士大骂研究员没有敬畏心 怎么说这也是个人了 很快 新药研制成功 博士拿着配方会见公司高层 希望可以尽快向民众统集 然而公司社长 却决定把药包装成奢侈品 以便获取更多的利润 随后 博士把这件事告诉了光珠 最终光珠因为药物过量 死在了病床上 后来 这件事又有了新的变化 律师经过调查发现 博士其实可以把光珠变回人类 但是他并没有出手救治 博士因此被捕入狱 而律师摇身一变 成为了国会议员 与此同时 其他几个人的人生也发生了改变 宝英考上了公务员 光珠的父亲开始从事慈善事业 而天希跟部长回到乡下 转行当了剪辑师 这天 宝英送来一张照片 天希只看了一眼就连忙赶去监狱 找到了博士 原来光珠并没有死 博士说虽然可以帮他恢复人形 但光珠已经不想做人了 这里没人为他着想 世间根本容不下他 他想回到大海 像鱼一样活着 临走前 他拜托博士 如果天希来找他 就把所有的秘密都说出来 因为只有追求真相 才能够成为真正的记者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 受到点拨的天希 回到办公室 拿起摄像机 决定继续当一名记者 电影到此就结束了 故事虽然荒诞 核心却是对人性的讨论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电影叫做突然变异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